林哥老师好 金明先生好 主持人好 那林哥老师一开始先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你个人师的一个背景好不好 大概从过去怎么样到今天 我大概是胡完兵役 大概在差不多23岁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是当海军的 那时候要当三年 23岁 退役之后开始写诗的 在当兵的时间是写散文 退役之后开始才写诗 但是在当兵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接触现代诗了 从那个秦子豪老师 他有两本教年轻 就是你刚踏入现代诗坛 来做写现代诗的时候 他就有两本的教材 叫做《诗的解剖》跟《诗的表现方法》这两本书 那是很专业的入门书 对对对 一般人写诗都是从情诗开始 所以老师不是这样 不是不是 直接针对诗的创作 他就已经 他那时候就举了很多人的诗集 跟他的现代诗 我那时候就从这两本书认识了像洛夫 亚贤 杨贤 杨范 宇光宗 杨木那时候叫做夜山 从那时候就开始已经接触这些现代诗的一些前辈 然后一直写到现在 那个时间当兵的时候 我只是开始接触 自己私底下练习 他没有投稿 那退伍回来 才第一首诗是发表在秋水师刊 那秋水师刊 他总共发行了160起 也就是40年 因为他是季刊 他160起 本来主编是图靖宇 那160起 那时候图靖宇因为他已经70几岁了 他觉得他身体不是状况不是很好 想交办就对 没有他就想把他结束了 结束啊 对 就要停刊了 不过隔了两年 那个发行人叫绿蒂 他倒是又接班了 他只是变成说有前秋水跟后秋水 是是 他那个秋水那两个毛笔字就改掉 因为图靖宇希望说之前的是他的 是他主编的 那之后改于绿蒂主编 段落清楚一点就对 对对对 我是后来有加入秋水师刊当同仁 到秋水结束的时候我大概也加入了28年 所以我算是除了图靖宇跟绿蒂以外最资深的 因为在秋水28年 那在那段时间我除了 因为秋水他每一期会留两页给我发表两首诗 那之后我又在南星师刊 那时候南星师刊也还没有还没有停刊 我在南星师刊还有在那个中华文律乐刊 那个中华文律乐刊当初是张默老师在那边当主编 我有其中有一首诗我到现在还记得叫做悲歌 以现在来讲是四十几年前的 发表的时候张默老师那时候弄了一个专辑在中华文律乐刊弄了一个专辑 叫做辛瑞的声音 那跟我同期的有白龄有苦龄有杜爷 还有我在那时候发表 但是我退伍了写了差不多三年多 然后那时候我在工作了 我就开始工作了 工作在那家公司是做那个自动控制器材的工厂 因为我高中是念高工台北士工的技工科 所以我是去那边应征的是设计制图 就画很多开关的那种设计图 对设计图 然后画三四图还有那个剖面图 那在那边工作了四年多 这四年多我导师都继续在还有在写诗 他也陆续就发表在秋水啊 还有那个蓝星乐刊啊中华文乐刊 那也有参加过那个洪健全儿童文学奖 有一首诗叫做时间 他有得奖得到佳作 那后来他们有出版了一本 那一届的洪健全儿童文学奖的纪念专辑 我记得好像是叫春天的蝴蝶 那这一首诗后来还被师大一位教授 那是因为我上Google去查 不小心看到说原来那个师大那个教授 把我这首儿童诗拿去当他的教材 因为他有出版教小朋友写儿童诗的教材 也有收入 不过那时候因为资讯比较不发达 他可能是找不到我 所以没跟我联络 就先用就对 对他就拿去用 后来那个南医书局又再引用一次 南医书局老师有托过朋友来找我 还寄了六百块的稿会来 那时候就是有一阵子写的东西 也有发表在中央日报复看 散文后来就渐渐没有写了 就全心全力就写现代诗 听老师这样讲 你好像一路都是这样不停的练习这样子吗 就是一直写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我在退伍后在那一家公司上班了四年多 我就出来创业了 做的是同样的 就是做那种自动控制器材 那跟一个高中同学 还有一个同事 那家公司的同事 他那个同事是负责业务啦 我是负责设计跟生产 那另外还有一个高中的同学 我们三个人出来创业 创业过了两三年 那个负责业务的那个同事他又退出了 就变成我们两个人 就我跟我的那个高中同学 那创业之后差不多不到半年 我就没办法写了 因为开工厂 事情实在是太 所事太多 工作太繁重了 而且那时候我晚上还在四新 以前叫世界新专 现在叫四新大学 在那边读编辑采访课 所以我后来就等于停了 停了唯一还跟诗坛还有联系的 就是秋水诗刊 他没有说因为我写的少就停掉 他还是没一起 因为图敬余跟我也很熟 所以我后来就 又加上我有一个朋友叫雪楼 他有一阵子他当秋水的社长 来邀我 我就加入变为同仁 所以我就每一期还是要写两首诗 因为他是季刊 就是三个月写两首诗 然后一年只写八首诗 那些诗的品质 其实有大部分其实是不好的 因为那是被逼 被逼来写 你没有那个热情 有结稿压力 对对那有结稿压力 他一定给你留两页说 你再不寄来就要开电窗 就非写不可 对所以非写不可 但是那一段时间写的我自己认为是应该品质还没有 是比较差的 我后来有出版第一本诗集是雪色森林 雪色森林 那这一本的话就里面收录的那些作品就是我退伍没多久开始写的 比较早期对比较早期一部分是在在蓝星诗刊还有中华绿叶刊所以这一本的诗导是品质我觉得比第二本那个孟再辉翔好 孟再辉翔的诗大部分就是发表在秋水比较多有结稿压力的对对对对 老师你写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觉得说很很顺手或者是觉得说对新诗创作掌握到一些诀窍或技巧 因为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嘛对不对 对因为我创业之后差不多半年就就只剩下在秋水一年写八首诗嘛 嗯啊其他就停了那段时间就就很忙 其实以我自己来来讲的话我觉得那那个三十几年应该等于是停笔状态 哦因为你一年才写八首诗不能算是你你在写诗对对对 因为而且你是变得有压力在写的没有那个热情对那我是在八年八年前那时候跟我那个股东谈好说我满六十五岁 我我我现在是六十八岁了嗯啊也就是在差不多将近三年前六十五岁要退休嘛 因为男生六十五岁本来就是退休年年网定退休嘛那那我就说 我满六十五岁我就要退休了嗯啊只是那时候是八年前不是三年前啊啊八年前跟他谈好了之后我下班时间哦就就几乎就就就开始读书跟写诗哦等于你是六十岁才积极的开始写就对差不多 所以你已经准备在五年后要退休了之前的退伍退伍回来的那三四年也也是上班以外就常常会接触所以我对诗坛还还蛮了解的哦就是年轻跟最后这几年对对对对就是中间那个三十几年都在创业嘛对因为加起来应该到现在应该是四十五年嘛二十三岁到六十八岁应该四十五年 但是中间大概有差不多三十八年是是等于停笔状态对几乎是停笔写很少量不够写写的太少那那那那比较疯狂的是 六十岁那时候开始就八年前哦因为心情已经准备好了对而且而且那时候觉得说 那这一辈子竟然还可以再回来写诗对然后读书哦那那是很难得的所以有有的人没办法理解我的心态那那时候我我很疯狂我到大概每天可以写到五首诗 然后也是很积极参加诗诗吗参加诗诗的话是嗯因为六十岁开始回来嘛嗯啊我就有先参加那个在网路上 参加那个吹鼓吹诗论坛但是那个只是当一个社员而已哦就纯参加啊在在那边就贴诗然后因为我的语言有点老派的那那重新来写还是以前的那种语言嘛哦就是要接触新的这个词汇啊对啊年轻的那些版族都很多都年轻的有才十几岁二十二十出头用字的差很多那他们在评我的诗的时候是很不客气的我知道绝不会看你年纪就客气 他也不知道我年纪啊啊他但是他就说你这种语言哦好像太老派了嗯啊我就在那边磨练啊啊虽然我我如果说写诗的的资历来讲比那些人那个那个老很多甚至他们还没出生我就开始在发表嗯啊但是在在吹鼓吹诗论坛被磨了差不多七八个月之后啊那个那个站长是苏少连老师嘛 啊那时候副站长是叶子鸟啊他们就还有总版组是兵系他们就邀请我当版组啊嗯啊我就那时候开始在小石板担任版组一直到现在还是小石板的版组啊啊啊啊啊啊从从那边那那那那那那七八个月的的贴诗慢慢有把语言有在转变哦开始学到一些新的词汇啊对对因为因为我看久了嘛 我我我总共到现在在吹鼓吹诗论坛就贴诗跟写 因为因为诗有在上面贴诗我们当版主要回复嘛嗯嗯啊他会有记录的你贴诗跟你回复的就评人家的诗短评哦嗯嗯我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千六百折哦那很很多即使是说到现在差不多八年了哦大概八年但是有三千六百折也是我我我我那时候 嗯满差不多在吹鼓吹到满一年的时候我大概是冠军嗯那时候就有将近两千折就最积极啊对因为因为因为有有的人就会说你你怎么写诗写写写这么多这样子都都只好像只只追求一个量不是追求品质哦有些人觉得应该对他说你你写为什么写这么多写太快对啊我就说因为因为一般的人没有像我这样子之前差不多 差不多将近差不多四年是有在写诗的然后中断了快三十八年你等于是这个经历了快四十年回头再接触这样的对会觉得很珍惜很珍惜很拼了命要补以前的事对对然后另外是觉得自己以以用以前的语言到现在来还不大时时空已经不不大适合了所以要练习的怎么样把旧语言丢掉 然后寻求新的那只要多读多写大量创作来来让自己的识会进步一点对嗯嗯嗯嗯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对对好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讲这本你们这个千雅歌哦三个怎么样凑在一起然后出版这样的一个呃新诗的一个合集好这个三个三个人会会有合作来写这这本诗集 当初其实也一开始不是为了要出版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还是那个嗯也江花失色的同仁嗯嗯那也我加入也江花失色也是一个偶然啊因为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成立差不多一年啊我是因为有两位也就是夜莎跟季贤他们那时候也是同仁不后来他们又退出了嗯啊他们来邀请我去加入了嗯嗯啊啊我加入的时候签索已经早就在 在里面嗯嗯啊谭牙也在里面是那后来他们有改组改组的话总编辑换人就换成签索嗯那谭牙签索是住在高雄啊谭牙是住在美国所以今天那边两位都没办法来对啊啊我们我在我们这本书在上个月有开半个发表会嘛啊签索刚好中感冒也没办法来没办法出息但是谭牙那写那个时间是因为谭牙他他就回台湾来嗯 啊啊啊回台湾的时间啊就我跟谭牙一起举办嗯那那因为我们同一个私社啊私社在脸书有成立一个野江花雅籍社团就对对脸书的私社团嗯啊就让很多事由可以在上面贴使发表嗯那我们三个人也在那边贴甚至我们有一段时间还有玩那个还用接龙一样哦一人创作一句这样子接龙对啊接龙就这样你你写上面一句我大概在一两分钟里面 你就一定要在接下面一句哦那也要比反应哦对啊啊啊啊就就在在上面互动就比较频繁那那后来因为因为那个签索嗯叫我在野江花我就负责邀狗对外邀狗嗯嗯因为因为本来野江花他们同仁的作品占比较多那自己写的比较多对啊色外的人比较少嗯啊我加入之后我就建议他们说是不是应该 应该多对吧啊他这一份士干本来是高雄其佬一个社区读师会慢慢演变而来哦那那我是建议他们说应该要 扩大为变成全台湾的 这些一艺的的一个司剩一个司�etto啊不要只是 局限在高雄嗯嗯嗯啊所以我就我就 因为我我那时候死潭认识的人也比较多 那我就说那由我来邀狗对啊 然後版本開本也把它擴大 印刷紙張什麼通通都改了 那段時間簽作就是說 有些專輯叫我幫他來設計專輯 他自己也有設定幾個專輯 也叫我來幫忙設計專輯 出版計畫就對了 不是是在絲刊裡面設一個專輯 那有一天我是聽那個 我常常聽的一首音樂叫做櫻花語 這是台灣林海 那這首音樂因為我聽太熟了 我就有一天就把這一首音樂寫成詩 那我就跟他們兩個人私下談說 那我現在施設要我製作一個專輯 我想我們三個人來共同來和諧這個專輯好嗎 然後我就提出來說 我們先來寫音樂 那如果三個主題的話 你們幫忙想還有什麼主題 那後來本來是想音樂 然後畫跟書本 但是彈牙就覺得說 因為音樂是它是聲音的 它在空中的 它沒有畫面 那畫是有畫面的 可是你書也是跟畫一樣也是靜態的 是文字而已 那他說 這樣子把書當其中一個主題好像太單薄 是不是用舞蹈 那舞蹈的話是一個多媒體 動態的 它有燈光 舞台 有背景音樂 還有服裝 還有舞蹈的設計 它就更豐富了 所以就把這三個主題就這樣定下來 然後三個人就開始又討論一些細節 也就是每一個人寫一個單元各要寫九首詩 然後這樣就三九二十七 對 那三個單元曾進來就變八十一 後來才又談到說那八十一首詩應該 將來如果有可能可以來出一本合輯 那後來又談到說那是不是每一個單元邀請一位老師 或是好友來寫評論 所以那個音樂的話就找了江明樹 江明樹是我們也江花實色的總召集 那是前作負責找 他就約了那個江明樹 那我就找了吹吹吹詩論壇那個副站長葉子鳥 那彈牙本來是找另外一位詩人 但那個詩人他沒有時間 他拖了快一年 然後來我們又找了洪春風 對 來負責這個舞蹈的 我是前作找的是評音樂 那我找的是評畫 那彈牙找的是負責評舞蹈的 所以洪春風就來評舞蹈 那後來又說既然要準備要出合輯 再找一位來寫總評 那寫總評的人這個功力要更好 更高 對 所以又去約那個丁薇仁教授 那丁薇仁教授更忙 像他現在跑到瑞士去發表論文 所以他就更久 他大概慢了兩年多 才把這個總序寫完 所以你們早就創作好在等他 這一本其實是幾乎快五年前就開始動手 那我們總共寫了快兩年 因為在野江花絲刊上發表前後將近兩年才發表完 八十一首詩 好 那現在請那個林哥老師來幫我們挑你的作品來朗讀好不好 再幫我們做一些解析這樣子 我們就先從音樂開始 那會有發想說 說製作前兩個這種 這本書的發想也是從這一首音樂開始的 好 那我就朗讀一下《櫻花語》 我躺成河了 為了承載 你的最初 你的唇與腮紅 人間 沾了倒影就走 向東 季節裡的冰法 仰起頭 雨就輕輕的輕 如坐臉的指腹 跌穩的花房 點點木雲燒露 我拼貼三月雲煙 以兩袖清風 慢慢攤開 岸前的長卷 清點黑白 走筆 詩弦 以竹節相合 三色露水 以丹青 以珠紅 以探筆 以油彩 眾陰入海 以浪掏成舊 夕陽允湖 拉出塵光 月的静 吐出日的高音 都鍍成銀 香的金 漫天彩虹昏 飛 亮出眼眸 老師你在寫這個創作 有沒有配合音樂聽這樣子 有的 因為我們三個單元 像音樂 它不是用眼睛 它是用耳朵 聽覺 然後聽到 放到心裡面去 去咀嚼跟消化 那這首音樂 因為它是比較有中國風的 對 有些 他編曲的 編曲家 他也把一些 中國的一些 樂器 放在裡面 跟中西樂 都混合的 所以我在這首詩裡面寫的 很多的文字 語詞 是比較古典的 其實寫現代詩 比較忌諱的就是 你不要把現代詩寫成古典詩 像古詩這樣 對 像古詩這樣 這是很不好的 那個臉書施策團 很多剛寫現代詩的人 都會患這個毛病 因為我們以前太習慣讀這些古典詩 對啊 我如果當版主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把古典的放太多 因為現代詩講就是創新 古典其實不是說不可以把古典語詞 跟意象寫進來 是可以的 但是其實那個是更難 因為你古典的大家已經耳熟能詳 它的印象已經很深刻 你要從那個 那種 這麼幾千年來 那個深刻的印象 把它創新是很難的 所以應該是現在是寫得很好的 你再來寫古典詩 你看像那個洛夫他不是寫過 唐詩結構嗎 可是他是到晚年才開始寫寫這樣的詩 就是順序不一樣 對 但是因為他這首音樂我一聽進去 沒有辦法 他包括在YouTube他還有一些畫面 那個畫面跟他那個樂器 很多都是有中國風味在裡面 所以我就用了比較古典的語詞在這裡 因為那是要貼近這一首音樂 好我們介紹的是櫻花語 那接下來是畫對不對 對 畫老師你選的是趙無極的畫 對 我 因為這三個主題 就像那個 那個丁薇仁或是葉子鳥 他寫平或是在寫序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大部分我們三個人大部分的作品是偏西方的多 那尤其那個畫來講的話 三個人好像只有我 我有放了兩幅那個華人的中國的 古畫就對了 畫在裡面 一個是古畫是戶村山居圖 我放那一首戶村山居圖是因為 它是有特別的歷史意義的 因為這一幅畫差一點被燒掉 被陪葬 對 然後帶到台灣來的是大部分的 但一小部分就留在大陸 然後台灣跟大陸是斷裂的 現在分隔兩岸的 然後這一幅畫也是斷裂的 這個跟兩岸情況是很相近的 所以我選寫附村山居圖是這樣子 所以我把它放了一幅是中國的古畫 然後又找了趙武吉他畢竟是華人 雖然他是美國人 華國人的樣子 那但是他是中國人 那我在寫現代詩的時候 我最喜歡聽的音樂是有一種比較抽象的 畫也是要抽象的 舞蹈那種現代舞也是比較抽象的 我是覺得因為相同的藝術越抽象的話 你的想像是越大 解讀就像現代詩一樣 他的想像是無限大的 然後每一個人來讀一首詩 他的解讀是不大一樣的 因為那個叫做奇異或是誤讀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幅趙武吉的抽象 甲骨文系的老師來先朗讀一下 好 臉譜在跳舞 彷彿遠古的火炬 從南暴散 每一顆火花都是瘦的眼睛 垂死掙扎 軍裂的甲骨出土 佔不永夜永咒的迷雾 彷彿冤打破地獄之門 所命累世的恩仇 全手向上攀圓 都是枯骨 直爪刻下愛恨的名字 心是熟悴的火山 以精倫的聖身喚醒 超度 你慈眉而來 被虐云的勇包住 豎金 要你吐出卦象 得以繁衍 將所有象限統治 你慈咒誦經 每一字幻文 雲雲雷響 閃電燃燒 紅白綠藍 幻化祥光 指一刀 將沖天濁氣 一而兩段 四分粉碎 隨風飄散 無明的暗夜 你是睽違千載的黎明 拖出太陽 圓圓注入 每一位觀者 都是光 哇 這個要請老師介紹 這個 因為他這幅畫 他是以紅色為基地 然後又加了一些黑色的色塊 然後在中間跟旁邊的局部 又有白色的光 所以 因為以紅色為基地 所以為什麼我 我把它寫成是臉譜 因為你看他有紅 有黑 有白 也有一些黃 他甚至還有一點點綠 我們平劇的臉譜是 就是很多種色彩 五顏六色 所以第一劇 我就把它寫成說 看這一幅畫 有點像是臉譜的那種色塊 色塊在跳舞 對 然後因為他大 他基底是紅色的 所以我才會用火劇 來寫 然後那個 爆閃的話是白色的光 因為他中間是有些白色的 好像閃電一樣 所以我就把它寫著爆閃 那紅色是火炬 所以他也是有火花 然後他又有一些黑點 那個黑點 我就把它解讀說 好像是野獸的眼睛 在這一幅畫裡面 好像是很 有一種蠻荒的味道 所以那些獸的眼睛 好像閃著那種垂死掙扎的光芒 那因為他這個是甲骨文系列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畫 抽象畫 屬於甲骨文系列 所以我也把軍列的甲骨 把它寫進來 那甲骨的話 因為他是要考古出土 然後他又跟占卜又有連結 因為像很多古代的那個巫師 他們都用那個 龜殼 龜殼 甲骨的裂痕 然後去占卜 所以我的素材是 主要就寫 從這裡開始的 所以老師你看 什麼時候看到趙無極這幅畫 我是有買過那種藝術家雜誌 他有介紹過 還有幾幅其他的畫 但這一幅畫給我的就很撞擊 所以我又上網去搜尋 他的資料 對那個趙無極的那些畫 所以才知道說 這一幅畫他是 在整個甲骨文系列裡面的 其中的一幅畫 看的時候 因為要找素材來寫詩的話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 能夠撞擊你的 的一個作品 那這樣你才會感動 才會有想幫他寫詩 就看到你心裡要強烈就對了 對對對 要比較強烈一點才會去寫 好這個是趙無極的抽象系列 老師透過心思的創作來表達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章節講到就是舞蹈的部分 舞蹈要用心思創作就更難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前面講的 音樂是有很強烈的聽覺 然後這個畫作是有很強烈的視覺 那舞蹈他是動態 他又是多媒體 對他又有眼睛 又有耳朵 綜合藝術 對然後他又他又很震撼 又畫面的一直變動 那我寫這首詩 這一位舞者大家比較不熟悉的 我在舞蹈裡面放了 九首詩裡面有四首是銀門舞集 還有一支舞是羅曼輝 羅曼輝本來也是銀門舞集 然後分出來嘛 幾乎都我出了只有兩支舞是找國外的 就垂死天的跟另外一支 其他都是找華人的尤其是台灣的作品 對因為我覺得剛剛就談到說舞蹈是比較綜合的 多媒體的 他比較複雜的 那我覺得說我如果只在YouTube找影片來看 那個感動力不夠大 因為如果有去看過舞蹈表演的 像現在不是有古典芭蕾那個天樂虎嗎 你在看影片跟到你到劇場去看 那個差距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我為什麼雲門舞集寫了四支舞 因為雲門舞集我總共從頭到尾大概看了他十幾年 都是去看現場的 衝擊很大 像這個舞者蔡雲廷 他是師大國文系畢業的 我記得好像畢業的時候還是第一名畢業 然後他本來是去當老師 但是當沒多久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對 他臨時就想學跳現代舞 然後就跑到倫敦去了 去倫敦讀那個現代舞的碩士 然後修好了之後還跟舞團還有去公演過 那後來有一些個人因素又跑回台灣 回台灣就對了 然後他在台灣就在策展 策展主要也是現代舞 然後他們現在的 我是因為認識他之後才知道說 現在很多的現代舞他為了穿越時空 然後為了他要拓寬 因為現在都是在YouTube可以看到 所以他們是不只是說公演的時候 跑到劇場去公演 因為你劇場還不見得排得近 人家要看你的賣座怎樣 你的知名度 所以他們是拍影片的 像他去參加香港的那個那個現代舞展 他還得名的得獎的 用影片來推廣現代舞 對然後他還應聘到美國去教現代舞 他有一個那個舞蹈營去教那些學員 所以這支舞他叫非比非齒 其實他本來在台灣發表的時候 是在創世紀 司刊發表這首詩也叫非比非齒 那時候他已經有完成了這支舞的編錄了 然後他又把它寫成現代詩 當成這支舞的他的背景 就也是一首像情詩一樣的 但是就是可能舞者跟舞者之間有感情 然後又分手 男舞者跟女舞者就對 對對對 所以這一支因為我看他的影片 他是已經跳脫出舞台了 他的背景是一棟清水建築的水泥牆 然後很多的樓梯 然後樓梯有很多的欄杆 然後他在拍的時候那些欄杆是交錯的 變成好像一個球龍一樣格子狀 然後就舞者沿著樓梯上去 又沿著樓梯下來 這樣交錯在跳 是是 老師來幫我們讀你這個創作 好 你舞霸歸來 開門登上樓梯 燈光昏黃將輪廓塗黑 向焦急放下柵欄的平焦道 隔開你的疲憊 我的冷漠 總是南下北上下樓或者關上房門 背對是唯一的招呼 出租彼此的眼神 打量 調降的趨勢 距離交換剩餘的溫熱 不適合減重的宵夜 曾經擁有的晚餐 舉快的手勢 往往夾起自己的影子 像台上的你樂曲 重落 孤單的旋路 曾經打開的心 都是清水公滑的建築 冷硬浇灌著無可妥協的筋骨 暴露於外的 一層登上一層 牢籠密密著陰影 彷彿無政府狀態的思緒 崩解 我們是戒嚴線上的兩端 一方拘禁判刑 一方永遠驅逐 眼神收回 張貼的臉不朱不瘦 所有交匯的片面都是錯誤 簡明無可比對 非比 承諾的深陷不能重疊 非此 嗯哼 所以我剛剛有稍微介紹他 他寫那一首詩跟他編舞的背景 對 還有這個舞蹈他拍攝的時候的 等於他這種是就是立體舞台 突破了舞台 所以這些素材我都把它寫在詩裡面 而且他是兩個人 兩個舞者之間的情詩 對 所以我就把整個的感覺 把它寫成這一首詩 這本書實在是太棒了 那總共有八十一首像這樣的一個詩 很有得讀了 對 這個斑馬縣出版社的那個 負責人徐鶴就講過說 他大概是第一本出版這樣的詩 就是那個總序 序文加上評論的篇幅 他的頁數竟然還超過了詩本本身 解析的更多就對 因為這一篇序寫太長了 他大概花了兩萬多字去寫 總共你看差不多佔了40頁 推薦序就對 對推薦序啊 然後那三篇評論 每一篇都一萬多字 三篇就五萬字 加上這篇兩萬字就七萬多字了 都可以變成獨立一本書 所以才會印出來變成這麼厚 這麼厚 因為八十一首詩 結果是這麼厚 他們會寫那麼長 就是因為這一本 這八十一首詩實在是蠻豐富的 對 非常值得大家這個好好的欣賞 而且這個一篇欣賞過程 又可以配合這個音樂 或者是配合畫作 或者是配合舞蹈這樣子 對 因為丁慧仁教授他的序文裡面 有這一句說 這本合集 讓讀者去樂聽27首樂曲 27支舞與27幅的畫作 要從中去感受詩、樂、舞、畫 四種類型文本的彼此附文 對 因為四種都是一種藝術表現 是 然後讓讀者透過多重詩欲的樂聽 開剁詩欲的生命 可以說是一部在台灣戰後 現代詩史上 有其意義與價值的重要作品 所以這本書真的非常推薦給對這個 因為這是蠻創新的 大概是台灣詩壇這樣的詩集 大概也很難找得到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千雅歌的作者 林哥老師 以及介紹他們的這本合集 然後由千碩、譚雅以及林哥合作 斑馬縣文庫出版 謝謝老師 謝謝謝謝